一名巨妻是来自马拉工艺大学的女教授 在得知丹青学省没有电脑后 不只教学省姐姐典当经验买电脑 还直言自己不能和B40群体相处 此番言论引起各界惑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 我是慧涵 网络上流传一段TikTok视频 一名巨妻是来自马拉工艺大学的女教授 在网上授课时质问一名使用手机上课的学省 为何不使用电脑呢 在得知学省生活在单亲家庭而且生活结局后 女教授叫学省询问姐姐是否有收藏经验 如果有就应该拿去当铺点当 再把钱拿去买电脑给她 她甚至直言自己不能和B40群体一起相处 因为他们会在上课期间想很多课外的事情 最后更让学省把摄像头关上 这段视频引发网民的热议指责女教授看不起B40群体 也没有为甘云学省提出解决方案 根本不配在大学当教授 对此马拉工艺大学发表文告表示 该校已经对发表敏感言论的教师采取行动 并对事件进行测查 该校副校长拿多罗兹亚教授就此事解释 马拉工艺大学非常注重所有公民的福利 特别是学省并强调该校的存在就是帮助贫困学省 可以继续深读大学 致力为他们提供优良的教育环境 她呼吁如果学省或是教职员遇上任何的问题 可以联系相关的单位以获得适当的建议和援助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曼·沙比里今天宣布 从4月1日开始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陆路通行 无需接受隔离或是检测 因此首相表示 随着陆路边界重新开放 两国的边境移民、海关检疫和安全综合大楼 也就是苏丹伊斯坦达大厦和丹荣古邦马兴第二通道 政府同意给予过路费豁免 这项措施从4月1日到4月7日生效 所有类型的车辆出路径都获得豁免 适用于马来西亚公民、充值用户 一触机通卡Touch & Go和精明卡仪器Smart Tech的用户 首相属国会级法律事务部长拿都斯里旺 朱乃迪今天向国会上议院说明 三个形成国会议员跳槽的主要情况 他说第一个情况是 国会议员宣布离开代表上阵选举的政党 成为独立成员或是加入另一个政党 第二个情况是 国会议员被政党开除 这也被视为跳槽 这是为了确保国会议员遵守宪法以及党的规章制度 第三个情况是独立议员加入任何的政党 胜选的独立议员加入政党被视为违背选民赋予的信任 因为选民投选该议员是因他独立的身份 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周三早上十点 直播了NBA洛杉矶快艇对阵犹他爵士的比赛 根据彭畔新闻报道 这是CCTV5自2020年10月直播NBA总决赛后 对NBA比赛的首次复播 法新社报道 中国是NBA迄今最大的海外市场 但是在2019年秀士顿火箭当时的总经理莫雷 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支持香港反送中后 将是暂停了NBA比赛的直播 直到CCTV5在2020年10月播出了NBA总决赛第五场 威尔史密夫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赏了颁奖嘉宾 克里斯洛克一巴掌后轰动全球 克里斯洛克事后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 但是他在被攻击之后冷静地完成颁奖获得好评 脱口秀的门票也在一夜之间卖完 根据美国票券交易软体TikPik表示 克里斯洛克在事件发生后 他的世界巡回个人脱口秀EagleDev 门票一夜卖出的数量比过去一个月的总和还要多 不止多个场次受请 黄牛价也被炒上天 原本最低46美元的票价已经涨到341美元 也就是1400令吉一张 原本在波士顿微博剧院首演的场次 最便宜的票价为46美元 现在官网涨到1025美元 大约是4300令吉 那最近三日的场次票价也都全部标破250美元 大约是1052令吉 那另外喜剧天王詹基利在受访时谈言 自己对威尔神秘夫掌国克里斯洛克时现场欢呼的观众感到恶心 也直呼如果被打的人是他就会向威尔神秘夫求偿2亿美元 因为那段影片会永远存在造成持续很久的收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明天也请继续留守东方快讯Live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